歡迎收看 新進行曲 總會在看見 我們歡迎今天的特別來賓范曉凡 好久不見了 還有孝欽歌手 孝欽 上身好像抖到 偶像 真的 而且從小看到大都沒老耶 對 外面說謝謝大家支持 因為我從12歲就長這樣了 對 腳本也好久不見了 對 頭髮剪掉了 是為了 沒有 換個心情啦 薩欽哥 你可不可以講一兩個 因為我們知道你的這個 講話很溜 很厲害 可不可以講一兩個 來 秀一下 那我們練習就常常會說 拿那個 腰裡別的喇叭 要拿腰裡的喇叭 換手裡滴了舞巾 喇叭的喇叭 手裡滴了舞巾 喇叭的喇叭 就不拿手裡的喇叭 換腰裡別的喇叭 腰裡別的喇叭 就拿腰裡的喇叭 打了手裡滴了 喇叭的喇叭 喇叭 鬆軟的海綿蛋糕 有著甜而不膩的口感 扎實的內餡 加上帶有淡淡杏仁 清香的餅皮 入口的香濃 讓人勻直大動 回味無窮 演技大考驗 等你來考驗 馬上來介紹 我們今天的圓皓隊 由我們帥氣的 好久不見的小凡 以及我們的林道遠 好久不見的 緊接著介紹我們的桶桶隊 有我們帥氣的艾成 以及美麗的桶桶 加手 還有我們的長輩 中少群大哥 第一回合要考的是什麼呢 誰吃到超涼的甜甜圈 超涼甜甜圈 厲害了 天啊 我的天啊 各位 這並不是給我吃的 什麼東西 我覺得Lily First 妳應該不知道這個 到底有多涼 這不是糖嗎 妳就這樣沾一點點看 對啊 有沒有中藥的味道 我自己很強 而且喝點水 對 喝點水就好了 Lily First 有沒有更涼 欸 欸 欸 我都要披著頭了 沒有 這就是我們呢 進行曲最厲害的 真的 好好吃喔 好 好不好 今天要先吃 那我真的選 中間的 中間的 OK 來吧 Fu來了嗎 有超涼嗎 我怎麼覺得他吃完之後 整個人的性格都改變了 這個外面粉全部都是 巧克力加莫好粉 味道很奇怪 好 既然元浩隊 已經體驗過了之後呢 我們要馬上進入 請進去了 各位 今天即將取辦第一屆 新兵杯甜甜圈大賽 掌聲鼓勵鼓勵 太棒了 今天來到我們的現場 由三位廚師敘事待發 準備要大戰身手了 現在就讓我們歡迎 第一位參賽者 即原住民十字族之精華 打遍天下無敵手的大廚 宋宋宋 趙宋宋 趙宋宋 請 我要以原住民頭目的身分 為大家介紹 真正的原住民傳統美食 甜甜圈 原住民揉面不能講話 為什麼 因為你講太多 口水噴上去 它會發酵 之後就變成啤酒 為大家正式介紹 我們原住民 腳踏實地 超良甜甜圈 Oh my God 掌聲鼓勵鼓勵 揉完甜甜圈之後呢 麻煩你可以先試吃一下 好喔 緊接著我們歡迎 第二位的參賽者 大家好 我是宅男女生 咚咚 我們今天要為大家介紹 我最拿手的 娃子殺兄弟喔 一個 你們看 是不是很可愛 這是我做的喔 請問一下二號參賽者 我們今天比的是甜甜圈 妳拿那個三個丸子來 是來亂的嗎 對不起 我馬上能幫你們做甜甜圈啊 為了回饋愛我的宅男粉絲們 所以我今天決定要做 超良甜在心 好啦 做好啦 Oh my God 好神奇喔 完成了之後 為了滿足廣大的 男性網友的期盼 彤彤決定要教大家 怎麼吃甜甜圈 宅男 你們要看清楚喔 女生怎麼吃甜甜圈 哇 哇 哇 有可能是很涼的喔 是的 吃了甜在心 超涼甜甜圈的彤彤 彤彤自身於被宅男包圍的世界裡面 有一種飄飄藍的感覺 讓我隆重的介紹第三位的參賽者 就是 丁坑有名聲 丁坑有出名 Michael Jackson世界巡迴演唱會的 法國主廚 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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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型男大主廚 Aisha 掌聲歡迎她 BUNWIT BUNWIT 甜甜圈下午茶 對我們法國人是非常重要的 我們是很重視的 我們法國人很喜歡 一口甜甜圈 一口紅茶 但是今天本人來到了台灣 一定要入境隨俗 所以 今天這個是 日月坦的阿薩姆紅茶 為了讓大家更了解法國點 這個傳統的藝術飲食藝術大師 這個傳統的藝術飲食藝術大師 讓我的陶醉開始品嘗其他準備的 愛 浪漫 巧克力超涼 甜甜圈 一口甜甜圈 Oh so sweet 再喝一口紅茶 Oh mamma mia 再吃兩口甜甜圈 他為什麼反應 兩口 再喝兩口紅茶 大師 你看起來好享受 是的 到底我們法國來的大師 吃到的是不是超涼的甜甜圈呢 元昊隊請派代表作答 你看你頭紅 為什麼 他剛剛吃的時候有飯類 會涼到他眼眶飯的 再來你很想知道原住民 他吃的 頭目的是不是 頭目的是不是 到底 還有核燕耶 來 你是 頭目的 頭目的 頭目的很目 簡單 簡單 你們不覺得可能是他 不 本味 本味 甜甜圈小飯吃的 巧克力的 對你特別好 為什麼嘴唇在抖動 小盤 小盤 量不量 各位電視劇前面的觀眾朋友 我們的正確解答就是 您答對了嗎 恭喜 元昊隊才做 恭喜童童隊得到一個勝利牌 是的 緊接著下來這一題的題目是 誰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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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香蕉 過香蕉很難嗎 過香蕉很輕鬆啊 那是要看他熟不熟吧 真的 好 好像來到動物園喔 看到你撥香蕉 三位童童隊 請進入情境局 是的 艾成是一根活潑的 香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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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香蕉神 香蕉 好可愛喔 我是香蕉神 是他好俏皮的香蕉神 身為香蕉神的我呢 讓人家跌倒是我的使命 就在這個時候 有個帥氣的男模姚元昊 走了過來 採香蕉皮 只能採他皮喔 男模大罵 是誰沒有公德心啊 竟然把香蕉皮給我丟在這裡 說完之後 他就離開了 這時艾成站了起來 好痛喔 好痛喔 香蕉神不可放棄 因為讓別人跌倒就是他的使命 他拍一拍身體的灰塵 繼續躺下去 等第二個跌倒的人 這時 來了一個 一直減肥但瘦不下來的酷哥 不要 不要是他 來囉 來囉 身為香蕉神 讓人家跌倒是我的使命 當然 撥香蕉皮呢 會讓更多人跌倒喔 幹什麼啊 撥香蕉神 你撥香蕉就撥香蕉 你幹嘛有奇怪的情緒 好 請接著王瞳 她是一個賣香蕉的女孩 來喔 來喔 大家來買香蕉喔 今天賣香蕉不是賣火柴喔 有沒有人要買香蕉喔 好奇怪 怎麼都沒有人來跟我買香蕉 有了 我可以求香蕉神 香蕉神 香蕉神 拜託你趕快出現 你是什麼 我就是香蕉神啊 我可以幫你忙 把香蕉都變成黃金 但是你要答應我兩個條件 真的嗎 當然 要可以把我的香蕉賣掉 我什麼事情都願意做 真的嗎 那好 來 妳把香蕉拿起來 老師 音樂 你要幹嘛 把它變成黃金啊 真的嗎 有嗎 有嗎 好厲害喔 妳看 這不是已經把香蕉 變成黃金了嗎 真的耶 對啊 那妳幫我完成事情呢 妳剛剛叫我做什麼事情啊 兩件事 就是要親我一下 蛤 請勿公器實用 第二件事 上帝說 什麼 我剛剛變了魔術 現在能量失去了 我要吃香蕉補充能量 開始剝香蕉給你吃喔 好 注意看喔 到底有沒有在剝香蕉呢 真的嗎 緊接著 宋少卿 是一個熱觀的原住民 到底正哼著自己寫的歌曲 準備 剝香蕉 親愛的父老兄弟 先生姐妹們 她是在穿線吧 各位 沒有喔 要注意看她到底有沒有在剝香蕉 我們的香蕉是人家的丟掉的 我們把它 是的 是的 我們可愛的原住民朋友 到底有沒有在剝香蕉呢 永浩隊 請派代表作答 我覺得是 3號 3號 可愛的原住民沒有在剝香蕉 是 你們決定是3號 是 3號 沒錯 香蕉神 不是嗎 不是 香蕉神來囉 1 2 3 2號 賣香蕉的女孩 有在剝 她有在剝 2號 賣香蕉的小女孩 到底有沒有在剝香蕉呢 1 2 3 1 2 3 她只剩下一根爛香蕉 可愛的原住民朋友 香蕉到底有沒有在剝到底 沒有 不是 這個太過分 製作單位擺一個在這邊 我怎麼剝 沒有辦法剝啊 沒有辦法剝啊 真的 是的 我們的正確解答就是我們 3號 趙欽哥他沒有在剝香蕉 您答對了嗎 恭喜原浩他們答對 得到一個勝利盤 對 現在攻守交換 緊接著下來 誰吃到 超辣的生草花籽 等一下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妳絕對不會 所以 所以妳就一定會這樣子嘛 我是愛吃辣椒的 我是愛吃辣的人 這個是很有名的 可是妳也會怕 對啊 我 我幫妳配點菜好不好 對妳很好 配點菜 妳那好大一坨 紹興哥本身吃辣的 我本身非常愛吃辣 我本身非常愛 這真的很辣對不對 超級的 但是好吃… 元浩隊 請進入情進去 是的 在這個動盪不安的年代 薛平貴是一位 一心爆笑國家有為的情人 今天他準備 要跟他的情人道別囉 我乃薛平貴事業 今天 我受到了國家的徵召令 親愛的跑川 我準備 來跟你告別 你不要走 我一定要走 不要 你不要走 我一位的國家 我一定要走 你走吧 不過在走之前呢 是什麼東西 這是誰 外星人 謝老闆是紅色的 這是我們家家傳的 那是很珍貴的 人家說 腳不會斷 腳不會斷的意思嗎 這是腳不會斷的意思 不好意思 我女朋友 台語比較不好 一人一斷 喂 什麼腳不會斷 我腳不斷耶 所以你的意思是我們要演一半 對 但是這是你們傳家之寶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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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來時 我好跟你相認 我只要把他折斷了 當你看到他的時候 就會想起我 這樣你就不會寂寞了 就算我在晚上 沒有看著他 沒有抱著他 我還是會想著你的 我還是會想著你的 在我臨走之前 我想送上我一個 請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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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姚圓皓的大膽施愛 超浪漫的Kiss 當你看到他的時候 就會想起我 這樣你就不會寂寞了 就算我在晚上 沒有看著他 沒有抱著他 我還是會想著你的 在我臨走之前 我想送上我一個 是的 在最後一刻 薛平貴想要來一個 愛你的吻別 於是 閉上了眼睛 親了過去 Oh my God 親下去 你還好吧 你怎麼 拿出我最喜歡吃的 是的 緊接著 王寶川只能 渡花芝食人 唱花芝歌姐妹喔耶 我炒花芝 我炒花芝 我烤花芝 還有那 生抽花芝 我的薛平貴 去打仗 我好幸福 好悲傷 我們家平貴 去打仗 三年多了都沒有回來 我怎麼覺得你好像是感冒 每當我思念 我們家的平貴的時候 我就會吃著他最愛吃的 很思念所以要吃很大口 吃 吃下了花芝的王寶川 每吃一口 便想起了他的腹筋 有老鼠 每一口 都是 想在他的腹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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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接著 征戰多年的薛平貴 他終於凱旋歸來了 掌聲鼓勵 是的 他回到他的腹槍 第一件事情 就是去找他的 安娜達王寶川 假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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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寶川 平貴 平貴 完蛋了 一定是在思念我們家的平貴 一定產生了幻聽 我的平貴 你在說什麼 平貴 我還 我還品貫 不是 為什麼 為什麼有原住民去當兵 奇怪 不知道該是什麼到底 你是誰 我真的是平貴 只有在這邊一個亂亂情緒 你不是平貴 你還記得我們有一個信物嗎 當然 我們有愛的信物 蛤 我們把它合體看看吧 好 好 好 合體 好 好 是不是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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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應該要平貴 真的 他只有有點餓耶 還有沒有當年我最愛吃的 超辣生草花枝 當然有 是的 吃下了生草花枝的薛平貴 是的 閉上了他的雙眼 彭彭隊請派代表作答 我猜小凡耶 小凡 小凡 好 小凡 2號 你們覺得不會是元昊 不是元昊 來 我來吃 你這是 這麼自告奮勇 自告奮勇 不是啊 有嚼勁 我問你有沒有辣 你不會講有嚼勁 不辣好吃 不辣喔 有嚼勁 3號 胖胖不是 有嚼勁嗎 來 2號 宋大哥 其實喔 我很想知道一件事情 等一下 站一下 他挑戰好了 真的 掌聲鼓勵鼓勵 你不辣啊 這會不會 你會不會很辣 你不辣嗎 對我來說 有辣度 但是有辣度 有辣度 這句小凡 是的 我們的正確解答呢 就是我們2號的小凡 知道超辣的生草花枝 您答對了嗎 桶桶隊猜到 是我們2號 所以再得到一個 勝利牌 是的 1 贏了耶 恭喜我們的桶桶隊 對 馬上我們來看看 今天好吃的獎勵 到底是什麼呢 我們今天的 演技大考驗的贏家 就是我們的 桶桶隊 今天要吃的是 食尚舞茶甜點拼盤 我的天啊 派對派 派對 派對 它中間還有一層蚵仔 可以一口嗎 好甜喔 對 它的派對 也是有一點 軟酥軟酥的 非常的好吃 好滑順 而且有一個重點 就是它 其實沒有我們想像中的 那麼甜 Good 對啊 下面搭配巧克力蛋糕耶 要掉了 我要吃囉 好漂亮喔 四盆子 上面那顆腹盆子要吃下去 對 好酸喔 有出現的感覺 酸酸甜甜的感覺 太棒了 邵進哥來 來 拿鐵 拿鐵 然後可以吃泡芙 嘴巴都是奶油 它真的讓你覺得 這些都是甜的 但它絕而不膩 因為我今天是法國主廚 我選一個最有文藝性 其實我們比較印象 比較記得你是香蕉嗎 對 等一下 為什麼像吃辣的樣子 它的上面這一層呢 乳酪是有分青跟重的 它是屬於青的 下面最後一層薄薄的蛋糕 感覺就是很好吃 恭喜我們的童童隊 恭喜我們謝謝我們的小凡 辛苦了 剛才那個辣真的很辣對不對 真的很辣 超大 今天雖然沒有吃到朋友 但是下次努力 好 好不好 今天週一週午晚上七點半 一定要鎖定我們 好看又好吃的 謝謝大家